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申子时间的第十六集 有关于桃花星的 我是阿Kin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桃花星 相信大家看到我们之前那一集的申子时间第十五集的八字命理 我们今集就讲桃花星 2018年都快要来 很多人都会问我 师傅 今年的桃花是怎样呢 尤其是那些未结婚的OL 他们也问桃花星 何时才会出现呢 其实很简单 每一年我们有口缺可以背 或者对于很多人 本身不是在这一行的 他可能就是想知道 他们也很简单 可以打开通识来看看 又或者很多的猛烈力 或者其他方法 很多书籍里面都有 我自己有一个简单的表 那这个表呢 这个图呢 就比较看得清楚些 或者我展示一下 那好了 那我们看到一样东西 那这里有个年枝 是不是 那这里呢 就有个日干的 大家可能看得 我不知道几日子看清楚 那这里呢 好了 那这张东西比较旧一些 那没有了 那是以前上课的时候用的 那我展示给学生看 那时候用的PowerPoint 那这里呢 我们看到了 那你会说 喂 既然有年枝 又有日干 那我们何时用年枝 何时用日干呢 那很简单来说 一般来说 我们都会用这个日干 日干就像我们上次的白字 床在下面那个是底 是埋在里面的 露出来的 那有些人用树 根 像棵树那样标出来 在土地下面 他们用这些比喻 那我这里不再多讲这个理论了 那我这里简单来说 为什么人们喜欢用年枝呢 其实年枝的枝是指十二生肖 是指地枝 地下一个圆 一个圈 是十二生肖的 那我们有十二个的 那大家知道是什么的了 这个子丑 又卯神战 未身又出海 那好了 那子是老鼠 大家如果清楚的话 都会常常记住自己 自己那个年枝 即是熟什么的 就是新肖了 那有个日干的 那这个日干就是日元 那日干只有十个 那所以呢 那会有一些是落了胸茫的 你发觉两个没了 这些我们就是有时候 我们有些衰月叫胸茫 就是因为它排起来 有两个走了 有两个空了 刺了 那好了 那这个日干呢 就是好像小朋友那样说 就是隔月丙丁无几根生人贵 那你记得了 这个不是寓葵字 这个是季字 那好了 我们看到了 那你要问了 为什么那些人不用日干 永远都用新肖的 就是很简单 新肖简单 因为你只是知道 你自己哪一年 你属什么新肖 那你是立春之后的 那除非有些就是 有些就是雙春 有些是两个立春 有些是万年 那你去看 OK了 退回 退回前 或者退回后 那好了 那我们呢 那些人用这个年枝呢 最主要一件事 就是很多时候 譬如很简单 我们用那些 我们有 Astrology 譬如我们有Horace Group 那样 那我们中文叫做星座 OK 那那些只需要 对回月份 和日子 就很容易的了 时间都不用对了 知道哪些颜色 什么色物 适合自己 那已经一看 就一目了然 那个月 或者看那些星体 如何移动 那好了 那我们说回这里了 那这个譬如说 2018 2018 2018 就是这个 这个九年 OK 那九年很简单 那九年呢 红联星 红联星一般来说 就是这个结婚 一些嫁娶 一些喜事 那这个 就是可以遇到一些 合适的对象 一些好的东西 那记住这个红联星 如果你年纪大 红联星不是一件好事 就是一些 比如说一些手术 开刀 一些不是那么好的东西 那当然这个 是看如果你是很年轻的 那比如二十多三十岁的 那这些 那你就一定想到就是 红联星就一定是 跟一些 有 即是有 合适合的对象出现了 OK 那 那看看那个红联星呢 就是这个月孟 一二零一八年 那时候的 是什么呢 就是字 这个字 就是蛇 那么蛇就会有红联星 那再看下去了 那 有个叫天气 天气就会有喜事 那么这个喜事 那就是通常 我们传统来说 都会是生小孩 或者是更加 一些 比如有些 有些买物业、家里有些好消息、喜事传出的 这就是天气,那年也会开心一点的人 除非有其他神杀在一起 天气是海的,海是吃猪的 蛇和猪 本身海是桃花、水,也比较旺 再看看有个叫鹹翅,鹹翅是桃花 鹹翅这个桃花属于偏桃花 偏桃花是一些偏桃花 通常我们觉得偏桃花不是那么好的一件事 因为它是比较短 还有一件事,鹹翅桃花始终都是一些不正桃花 对于一些已婚的人,如果遇到鹹翅桃花 都是要小心处理人际关系,双方面的关系 当然你说如果我是未婚的,我单身的 就会小心,有时就会因为这个桃花 会有红鸭磨水,或者有些事端出现 未必有些是那么简单的,或者是磨水情缘 好了,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就是猪 好了,在这个2018年就是这个猪 猪本身其实它自己桃花也是很重的 再加上它有些暗盒 通常都是为感情而烦恼 好了,日干 这个干呢,我们上相集讲了 就是说日元,中国排列花,台湾排列花 那个八字,那个肝 那这里你就看到了 正常来说,我们应该是用这个日干 去排我们自己的红鸭和沐浴 其实你看到的 那这里有,比如你是甲的 你是甲日主,你的天干 你的日的天干是甲的 那你的红鸭声就会在这个五 在马里面的,也是一个字 那你的沐浴就在那里了 那你就很容易看到的 那如果你们看得,譬如说 发觉不是太清楚的,或者怎么样的 你可以不妨在这个表 我看一下,可不可以示范清楚一点点 我看得有些,这样的 那你们可以看得不太清楚的 可以在YouTube那里再revyse 又或者payback 那今天就多谢各位收看,拜拜 拜拜